是否那个嘴唇薄和厚 从玄学上有什么样的矫就吗 一个人的嘴唇薄和厚是否 要看着呀 要看着 这个不能 要根据他的脸部来讲的 如果在你这个脸很薄的 你这个长相很薄相 来讲呢 你这个嘴唇薄的话呢 不是太好 如果你的脸型还是蛮好的 薄一点没关系 对不对啊 有点综合考虑 后半后的话 太后的话呢 讲话不大会讲 但是人还是比较忠厚的 听得懂吗 但是有很多人嘴巴很厚 但是讲出来话非常快的 不能一概二论 明白了 不能一概二论 谢谢师傅的 自卑开车